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2月6号星期二 最近几天中国大陆又出了一件跟未成年人被性侵有关的舆论事件 网民的意见对立也很尖锐 就是汤兰兰事件 这个事儿也牵扯出中国社会的若干深层问题 所以今天咱们来聊一下 尽管这个汤兰兰事件被一些人称作是红黄兰幼儿园案件的又一个翻版 但实际上这两个事情 除了他们都涉及未成年人 也都疑似有性侵行为之外 其他的很少有相似之处 这两个事情的情节大相径庭 而且这个汤兰兰事件由于是就案重提 它其实是发生在十年以前 时过境迁 在回顾这个事情的过程中 我的感觉情节还是比较凌乱 有些逻辑关系还是不清楚 但是今天这里首先还是给不了解这事的朋友 介绍一下案件的过程 如果我有遗漏之处的话 请知道的朋友补充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8年 距今大约十年以前 14岁的汤兰兰这个女孩 向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的龙镇警方举报 说他自己被家庭的多名男性和相邻性侵长达七年之久 就说他大概从六七岁开始就被性侵 他说他先是被自己的父亲强奸 后来又遭到爷爷叔叔姑父姨父老师村主任 多人多人多次的性侵 他的奶奶和母亲知道这事以后呢 非但没有阻止 反而给施暴者提供便利 甚至直接从中盈利 那警方接受报案以后 先后有16个人被捕 有11个人被判刑 除了有被判强奸罪嫖宿幼女罪的之外 汤兰兰的父母还被判强迫卖淫罪 去年汤兰兰的母亲万秀玲出狱了 她坚持认为啊 当年是别人教唆她的女儿 诬告制造了这起冤案 所以被判刑的人呢都是被冤判的 她就想找到女儿还原当年的真相 可是汤兰兰呢早已经改名换姓 户口也迁走下落不明 于是万秀玲就找到媒体 希望帮助找到她女儿 那媒体对这个事情采访的过程中就发现 确实疑点太多 槽点也太多 这个报道出来以后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从目前透露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啊 还真的就是没有一个环节是公认无疑的 是完全经得起推销的 从一开始显示汤兰兰怀孕的那个B超的检查结果 就很无龙 在汤兰兰案件的卷宗里面啊 除了显示她已经怀孕的那个B超单子之外 还有一份显示她未怀孕的B超单 其的呢就是这两份截然相反的单子呢 都是出自于龙镇农场职工医院 而且还是同一天出的 而且检查的医师还是同一个人 你说这奇怪吧 之所以是这样的情况呢 最有可能的推测就是先出了一个B超检查结果以后 在某些人的要求之下 医生又出了一份结论相反的检查结果 考虑到这个报案的需要 它确实就让人怀疑第一份检查结果 那很可能就是没有怀孕 而更改后的一个结果呢是怀孕 汤兰兰当时只是14岁的孩子 她没有能力和医院沟通 医生也不会听她的 那当然就有理由怀疑 当时是有人代办 有人在操作 可是这样一个重大的疑点 在案件的一审和二审过程中都被忽略了 其次呢就是在嫌疑人被拘押的过程中 疑似发生刑讯逼供 说是疑似 那我觉得这可能性其实是非常高的 很接近于事实的 汤兰兰的爷爷在看守所死亡 他死亡的不是说岁数大了 发生什么刺激就死了 而是在死亡鉴定书中表示 死者很明确的有大量吐血和内伤的情况 难道是老爷子同心为民 在看守所和他的室友玩起了躲猫猫 把自己搞得内伤吐血吗 这是不可能的嘛 而且许多被告人在一审的时候 也当堂翻供 说自己遭到了刑讯逼供 第三呢就是这个案件的判决 主要是依赖证词 它没有强奸的直接物证 像嫌疑人的DNA物质之类的东西 最奇的呢就是有八项证词 是来自于和本案无关的人员 是谁呢 是和被告人被关押在一个监设里面的其他被羁押人员 就是说是室友 室友凭啥能作证呢 证词里面说他们是听到了被告人互相之间串供 在串供的过程中讲了他们的犯罪事实 可是当媒体采访的过程中呢 这些当年作证的同一个监设的室友 有的压根不承认自己作过证 有的说是警方以减刑为条件来诱惑自己作证 那这些消息报道出来以后 2月1号五大连池市当局对汹涌的舆论做出了回应 大一是说从接受报案起 这个案子经过了当地两年的侦查 已经把事实搞清楚了 去年汤兰兰的母亲万秀玲刑满事以后 是她去串联别的涉案人员上访 想借助少数媒体的炒作图谋方案 所以当局对此的态度呢 是比较简单明确的啊 就是否认 事情的大体过程就是这样 如果我有遗漏的环节 请知道的网友补充上啊 从现在透露出的内容来看 这个案件就算咱们不能说它是冤案 但至少是一起疑案 因为它疑点比较多也比较明显 之所以我前面说这个事情还有一些重要的逻辑关系不清 是因为有太多为什么要问 假如说性侵没有发生 一个14岁的少女汤兰兰 那你为什么要毁掉自己的至亲家人 要把他们送进监狱呢 你跟你自己的父母这些亲戚有什么深仇大恨过不去呢 汤兰兰的母亲万秀玲出狱以后 其实她还没有说咒骂啊 怨恨自己的女儿 她是怀疑女儿受到了教唆 但是谁会去教唆她女儿呢 万秀玲所暗示的目标还是比较明显 就是她女儿上初中的时候寄宿家庭的那对夫妇 也就是汤兰兰的干爹和干妈 不过呢我还是有问题要问 就是说如果这孩子 汤兰兰是一个正常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 为什么会如此容易受到挑唆 受到陌生人的教唆 要加害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这很不合理嘛 所以这是第一大疑问 其次是警方在接受报案以后 在证据有严重漏洞的情况下 她为啥不惜血本的要牵连这么多人入案 一定要给他们定罪呢 看起来这个涉案的当事人 都是普通人 都是农民 没有谁有特殊的身份 她不像红黄蓝幼儿园案件那样 牵扯到军方和特殊人物 但是是否也涉及当地的某些人际关系 利益卷入其中呢 这是第二大疑问 总之反常即为妖嘛 尽管我的印象是 这个案件的办理程序当中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不管是汤兰兰的父母 还是警方 还是汤兰兰本人 都有很多没有讲出来的故事 这是我的印象 整件事情的江湖之处 不仅在于它有很多没讲出的故事 而且在于它一旦成为一起舆论事件以后 各方意见的互怼 很有潜台词可以解读 网民的意见呢 我大体总结为这么几类 第一就是性侵未成年人 这是罪大恶极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一定要从众从严打击 这事没错 我们的公安法院都是讲证据的 不能信想翻案的人的一面之词 有些人是这种看法 第二 这又是一起刑讯逼供制造的冤案 没有透明公正的司法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雷扬 下一个被冤枉强奸幼女的人 也有很多人是这个看法 第三是最有意思的 就是媒体被吐槽 因为在红黄蓝事件里面 当时的说法就是说不能让孩子的身份因此而曝光 不能让孩子受到二次伤害 听起来呢 好像你这些媒体好有操守 好在乎未成年人的权益 可是为啥这次党媒澎湃新闻 又说汤兰兰应该站出来说清楚呢 这回你就不怕给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了 最起码现在这个事情没有从什么 汤兰兰很可能确实是受害者 那人家作为受害者 当年也是未成年人 人家难道就没有改名换姓 重新生活的权利了吗 所以有些网民认为 无非就是这个红黄蓝幼儿园事件 牵扯到军方 牵扯到退休领导有背景 你媒体惹不起 你必须模糊化报道 你就拿这个不给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 这个理由来说事 这回呢你没这些顾虑嘛 你就道貌岸然起来了 俨然一副追求正义和真相的天使面孔了 就要人家贪婪了 一个没背景的人站出来说清楚 所以大陆媒体这回躺枪呢 这个反应恐怕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那我谈自己对汤兰兰这个事情的视角啊 汤兰兰事件活起来不是偶然的 因为它包含有几个能够强烈刺激中国人情绪的因素 所以它是能够带动人们参与的热情的 首先就是未成年人被性侵的状况 在中国确实不断发生 社会道德这个底线不断被突破 让很多人充满愤懑 而且汤兰兰呢 又可能是被家庭当中的男性性侵 所以在性侵未成年人这个道德的天秤上 又加上了一个家庭伦理败坏的砝码 所以让很多人对此怒不可遏 你说你的父亲你的爷爷 什么你的叔叔姑父也干这事 你们这家人是人吗 所以很多人对此非常愤怒 这是非常自然的 其次就是它包含的第二个 能够调动公众情绪的因素 就是公权力确实也是在不断的被滥用 制造冤假错案 让很多人感到愤怒 公安不仅刑讯逼供 而且还经常用各种耸人听闻的罪名 让受害人在舆论上受到彻底孤立 不仅把你搞倒 还要把你彻底搞臭 在道德和法律上要对你进行双重审判 在人格上还要击垮你 把你搭倒之后还要踏上一只脚 让你不得翻身 让你明白和政府作对的后果 所以这些网民呢 他一旦得知这个案件在侦查审理的过程中 有重大漏洞的时候 他们会先选择忽略 这个家庭成员性侵未成年人 这个故事本身的刺激性 他先屏蔽了这种刺激性 而去质疑程序正义 所以这两部分网民是从同一件事情里面 各自选取了跟自己意见有关的一部分来发挥 所以这两部分意见呢 同时也都能够激起社会的广泛共鸣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舆论的尖锐对立 未成年人被性侵和刑讯逼供 这两件事情在中国社会确实大量存在 而且还真的有可能 咱们不排除这种可能 就是这两个事情在这个案子里面都有发生 也许有人会说呀 这个批评政府不能为黑而黑 对吧 这个打击性侵未成年人这事儿 你们也要黑 有点说不过去 不过就汤兰兰这个案子来说呢 上面讲的第二种意见相对更合理一些 因为他们是在要求真相嘛 而且它不是无理取闹 是在出现重大疑点之后的合理怀疑 你说你这个正义感很强 对性侵未成年人这个事情充满了活与愤怒 fire and fury 但是不管你如何的正义 你都要施加于一个真实的事情之上 如果你为一个谎言而愤怒 那不管你的情绪是多么的朴素和正义 那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任何时候真相永远是第一位的 一直以来呢 都有粉红们争辩 说西方的司法制度就公正了 难道就没有冤假错案了吗 为啥就要拧着中国不放呢 冤假错案在人类的司法历史上 它是一个顾忌 它一直存在 它之所以难以被消除 是由于人性本身的不完美造成的 因为人的理智不是绝对可靠的 而且人容易受情绪和偏见的带动 汤姆·汉克斯在1999年演过一部电影叫做Green Mile 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电影的内容咱们今天没时间详细介绍了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 出现在绑架杀人案的现场 他具备所有被认为是凶手的特征 再加上种族偏见 他就被判处死刑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他是去救人的 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很多冤案的 都多多少少带有这种痕迹 各种偏见的影响 所以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得到 也就是说在任何司法制度下 冤案都存在都没有被杜绝 但是司法制度之间他们的差距是什么呢 就是在于这个冤案是有意制造出来的 还是无意出于人性的瑕疵产生的 假如它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 又分别两种情况 就是第一 你是不是在设计这套司法制度的时候 立法者就想着日后要以它为工具 批量的制造冤案 你是不是打第一天就是有这念想的 还是说你没这念想 只是说你的经验知识有欠缺 设计这个制度有漏洞 在执行中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用它来制造冤案 遗憾的是这两种情况在中国都存在 但首先是第一种 就是它在设计这个司法制度的时候 就故意设计成一个不公正的制度 以便它以后作为专政的工具 假如它设计出来第一天就是那么公平的 保护个人权利那么给力的话 以后搞起运动来就不方便了嘛 人们就可以求助于司法保护 所以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从诞生的第一天起 它就是不独立的 受到政府控制的 没有陪审员制度 还有党的政法委存在监控着它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司法体系啊 它90%的时间也许真的不是用来搞专政搞运动的 是用来处理社会日常纠纷的 但问题它是被设计成了这个样子 那么有能力操作这套系统的人 他利用这套不完善的制度 随时都有可能基于自身的利益 去制造这样那样的冤假错案 而没有后果 这笔账呢 你不能只归结于某某官员党性不强 理想信念动摇 生活腐化堕落 他们的责任可能只占到30% 70%的责任仍然得归结到最初的设计者那里 对汤兰兰这个案件的围观呢 有可能会像几个月以前的红黄蓝事件一样不了了之 这就牵出我今天最后一个感慨 就是大家的围观嘴炮 是不是最终是没用的 我的感慨呢 就是中国现在的司法状况 使得舆论的质量变得越来越差 而这个舆论质量下降的后果却非常深远 这个嘴炮它永远是有用的 只是看它以什么形式发挥作用 为什么说司法会让舆论的质量下降呢 简单的说就是大家觉得 围观不会带来任何实质的后果 公众的意见它不会变成生活上的真实改变 那就不会有人在认真对待发表意见这个事了 就是说他既不认真对待别人的意见 也不认真对待自己的意见 于是人际关系就变成以情绪主导的冲突 你像夏俊峰贾靖龙这些案子 从民众到专家都在喊刀下留人 有用吗 最后没有用 看起来没有用 就是没有刀下留人 那是不是这些舆论的声音是无理取闹呢 是想通过嗓门大干涉司法呢 其实支持这些意见的声音里面 就是刚才讲的这些舆论里面 也包含有大量的社会主流人士 其实他们也明白 舆论干涉司法会有负面后果的 所以他们在表达意见的时候 是尽量争取合情合理 他们大量诉读于说理 人们一开始都是讲理的 只是后来发现讲理没用 这样的事情多次出现以后 有质量的舆论就会退出 剩下的人们情绪就会分化成两种 一种是彻底的灰心失望 一种是暴躁和易怒 这两种情绪同样有害 暴躁者呢他是不信任权威 可是一旦他觉得自己安全的时候 又以羞辱权威为乐事 这种矛盾的心理啊 从古到今一直都有 你像中国游客在海外不断爆出大闹机场 大闹各种公共场所的新闻 他和当地的管理人员发生冲突 其实呢这些游客心里也明白 在海外很多国家的那个环境之下 权威和管理者是克制的 这个游客们的处境是相对安全的 放肆一下成本是很低的 所以你看中国游客其实也是有算计的 你见过他们在朝鲜闹事吗 在俄罗斯闹事的好像也很少吧 还有什么缅甸越南 他们闹事的那些地方呢 相对的都是这个社会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方 这是暴躁的后果 那说冷漠冷漠呢它助长了暴躁 它让不管来自于政府还是个人的胡作非为 在社会上能够大行其道 像红黄蓝汤蓝烂这样的事情 人们投入很高的热情 这个舆论事件出现以后 它其实都是推动社会发生实际改变的机会 变化实质上也一定会发生 它不朝好的方向变化就朝坏的方向变化 它不在这方面产生变化 就在另一个方面产生变化 它不能使公共行为产生变化 就会使个人行为产生变化 意见和嘴炮从来都不是没有用的 只不过有时候它发挥作用的方式 你看不到而已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